自打有了儿子之后 我家的生活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家也是 不过我觉得你们作为男人还好一点 我们女人孩子妈其实是最累的了 你看看一天上班 上班够累吧 回家还得带孩子 一天忙的是脚打后脑勺的 不过看到孩子一天一天的健康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幸福感还是超高的 就是痛病快乐 就没有点啥遗憾吗 有啥遗憾呢 你想啊 就咱结婚的时候 让人带着儿子举办婚礼该多好 那儿子还能给扯扯裙子捂的 是不是 太玩笑了 我和我老公那是按照正常的步骤走的 先谈恋爱 完了之后等纪 然后呢再办婚礼 然后再生孩子 那时候孩子没影呢 那谁没按照步骤走啊 我跟你说 我说的可是真事 人林志颖就想这么办婚礼 最近啊 林志颖跟大家透露了 今年要跟太太陈若仪举办世纪婚礼 而且由四岁的儿子小小智当花童 林志颖说 其实想结婚的念头由来已久 但因为当年父亲离世才延后了婚期 如今想补办这场婚礼给妻子一个惊喜 哎呀 那这个想法好哈 自个的儿子给自己当花童 那这场婚礼肯定特别的有意义哈 不过呀 我们都是属于按套路出牌的人 这种风呢 我就不跟了 如果说你实在有这个想法的话 你可以跟嫂子再结一次 再办一次婚礼吗 那多非呀 你们还得随理 我就不跟孙了 那倒是 咱们还是来看看我们 咱们还是来看看我们的婚礼